我学这是因为喜欢 所以再苦再累 你都会觉得 你要为自己的梦想和理想去奋斗 我是一级谢红宇 是一个发行师 我是从一次剪头发 失败的经历 决定了这件事 我妈妈为了奖励我 保送上高中 奖励我剪头发 结果他们剪了一个 跟我妈一样的 然后我就回家自己 用剪刀对着镜子 一点点一点点剪的头发 同学说你看剪这个发型好好看 我说是我自己剪的 没有人相信 然后我都给他们剪了齐刘海 后来他们就鼓动我 说你知道吗 有一个这样的学校 然后他说你要不要试试 结果后来就考上了 我爸就把我关在门外 下着雨 我淋了一个小时 后来我爸就放弃了 然后是我自己 选择了另外一条路 我在1988年的时候 在五星级酒店工作 那时候我的老师 还有我的老板都是英国人 他会说我要给你更多的 全方位的国际水准的服务 因为它是不同的一个销求的 你们的手很好 你们的技术OK 你们的眼光不行 所以第一份工作呢 给了我一个通道和窗口 我们有机会看到世界上最先进的秀 打开视野 看时尚 包括技术标准 服务标准 以及审美观 我觉得都不一样了 到了上海 我的公司老板给起 叫Easy 就这两个字 我觉得很奇葩 后来他说 我给你解释一下 E for excellent G for great 这是我给你的期望 而且我觉得你可以 我当时就挺着腰杆了 是吗 我可以 那时候呢 就是自己认为自己是最好的 但是给了当头一棒 我原来的助手 跟我一起考进 他都当老师了 我还没拿到毕业证了 想过放弃了 我就在思考 我为什么来 如果我走 我会失去什么 连我自己都会鄙视自己的 你是一个逃兵 所以我比别人晚毕业三个月 受了很多的训练 你会发现 当你觉得自己真的很努力 很努力 爬了很长时间 都没有结果的时候 那就是黎明前的黑暗 训练的这个过程中 我们剪头发是用毫米来计算误差的 剪完了那个空气中啊 都飞着墨 全是头发墨 再说我的教案 我的准确度 包括我对教学的一个理解 到后来我自己做学校 我觉得都是在那个时候 给到我的一个标准 到后来我发现 我的最低标准 都比很多人的标准高 我觉得如果我不做老师 就是很大的损失了 2005年我回到北京 然后我就开了我自己的公司 十几年我收了一百多个弟子 中国有很多连锁店的老板 都是我学生 因为我们的主题就是 C技术 驱除重量 减方形 就是主题啊 所以给到大家 简单清晰的标准 所以我觉得能帮到他们 是我觉得自己的价值存在 因为我们这代人只能做基石 希望我培养的学生的第二代 第三代 第四代 他们能站在世界舞台上 然后告诉他们 我们才是中国式简法 我们代表我们中国人的气质和风格 而且同时也能让国际上认可 中国在这个行为发展是飞跃的 所以我觉得未来美发会变两个区域 一个就是未来的设计师 我跟学生说技术永远是我们花钱跟别人学回来 而发型永远是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 那还有一部分呢 可能就是社区服务 我觉得就是活着的时候 每一分钟都是为自己的梦想 理想而奋斗 所以我觉得成长是一辈子的事 跟年龄没关 所以我觉得我现在还不够优秀 所以没有资格退休 感谢观看